记者王善燕家事报道,嘉义市公民路东门云环堂中义十九宫庙,是嘉义地区唯一主寺神犬寺庙。 庙房因应苟年到来,与三立电视台合作,拍摄时集细说台湾十九宫省其案,今在庙前举行开进仪式。 本土剧女星叶华担任第二单元女主角南夏佳世,今见剧组人员带来的小鳄鱼背下的花容失色,但仍立刻镇定于小鳄鱼合照留念。 今上午开进仪式,嘉义市长图醒者一掌小熟丽传戏服过戏影与男主角安迪元六等人合照,趣味十足。 图销二人致辞都表示,该期元月十五日晚间七点半开播,预祝收视率呈红,吸引全国民众来家观光,带动商机。 中义十九宫庙主委蔡宗良说,庙里奉四清乾隆时期,为抵御为攻诸罗城的林爽文军队,不幸御服遭杀害的李家等十八名一世跟率领援军叫贼的一只林犬, 侏罗直线表扬他们的异性,将在古侏罗东门城外公墓取名十九宫庙,传闻嘉庆均由台湾时得知典故,加上中义二次而来,希望借该戏让更多民众知道中义十九宫及侏罗改为嘉义的典故。